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美国人是不爱戴纯金的首饰 日常多以K金的首饰为主 而华人则更喜欢佩戴足金的首饰 或用足金来表达爱意 所以在美国购买黄金与国内的流程也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下在美国选购黄金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以及在美国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购买黄金 黄金饰品是受推崇的原因 不仅是在于它可以点缀我们的生活 还在于它特有的投资价值 从投资的角度出发 就不得不说到黄金饰品中的含金量 在美国没有999或者是千足金这样的说法 而是习惯用多少K来区分 这里的多少K也就是指黄金的纯度 K金是由黄金与其他的贵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 比如说是铜 银 青铜 鑫等金属 汇合的比例也是不同的 呈现出的合金颜色也不相同 常见的有黄色 白色 还有玫瑰金等 这样融合而成的合金颜色会更为的丰富 硬度也会相对的更高 更耐用 按照含量多少又分为24K金 22K金 18K金 还有14K金等等 因为美国人更偏爱K金而不是纯金 所以在美国低纯度黄金的饰品是非常常见的 同样是金光闪闪的黄金首饰 不同含量的金饰 保值价值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一定要仔细的询问饰品当中的黄金含量 国际标准把理论上100%的纯度的黄金称为24K金 顾名思义 它的黄金纯度是趋近于10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99金或者是千足金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 24K纯金通常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从日常的佩戴角度来说 由于纯金很软 很容易被划伤或者是变形 因此作为日常佩戴的首饰来说 它的耐用性并不如一些低纯度的K金饰品 22K金的黄金纯度大概是92% 跟24K金比起来 它里面添加了大约是8%的合金的金属 这使得它的颜色比纯金更加的浓郁 而且也更加的坚固和耐用 但是在佩戴这种金饰的时候 仍然需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它的质地依然是偏软的 18K金的黄金含量大约为75% 其他的贵金属的含量为25% 这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K金的类型 它的金色调比14K金会更深 那么售价也会相对更高 很多高级的首饰都是采用18K金来制作的 14K金的黄金含量大概是58% 其他的贵金属含量约为42% 这种合金相比于前几种K金而言 它的耐磨性和抗撕裂性会更高 非常的适合日常的佩戴 尤其是对于习惯于带着首饰运动 或者是干活的朋友来说 14K金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 另外我们在购买金色的时候 也是非常容易遇到镀金和甜金的首饰 那么这类饰品的描述当中 经常会有GP、GF或者是Go Over什么的字眼 那么GP计视为Gold的Plated 那么指的是用电镀的方式 在另一种金属上覆盖一层非常薄的黄金 而GF的原文是Goldfield 指的是通过机械的方法 将一层薄薄的金断压到另一种的金属上 需要注意的是 这类产品通常表面为黄金 但是内部是其他的材质 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称作是金氏 但是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可能会用这样的产品以次充好 将这类饰品当作金氏来卖 所以我们在选购金氏的时候 要尽量的选择一些大的品牌 或者是正规的商家购买 以避免踩坑 聊完黄金饰品的选购常识 下面我们来看看金氏的品牌 以及是购买渠道 相信很多的华人对于周生生 周大福还有六福珠宝等等 知名的香港的金氏品牌 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在美国 怎样去购买这些 我们熟悉的金氏品牌呢 首先我们来看周生生 周生生是创办于1934年 她的创始人跟周大福的创始人是同乡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亲戚的关系 那么周生生这个名字的来源 于创始人家族的姓氏 以及是易经当中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她家的金氏呢 在设计上比较偏向于年轻化 虽然在亚马逊上 也有周生生的旗舰店 但其实呢 在周生生香港的官网来下单 可以直游美国 并且呢 满3900港币 还可以免费包邮 相比于在亚马逊上购买呢 在周生生香港官网上购买的 不仅是款式更加的齐全 而且呢 价格也会更便宜 因为呢 一方面呢 亚马逊呢 会向商家来收取这个手续费 另一方面呢 美国的电商呢 还会收取消费税 所以这些呢 都会推高产品的价格 下面我们来看另一家 历史悠久的金饰品牌 周大福 他最初的创立呢 是在1929年 至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周大福呢 是得名于周理传承 大德在务福祉共享 这三句话的第一个字 周大福呢 在亚马逊也是开设了旗舰店 所以呢 在美国的朋友 这个想要购买周大福的珠宝 也是很方便的 并且呢 上面款式也是比较齐全的 黄金的珠串呢 手链呢 吊坠项链 耳钉等等 都可以买到 下面来看看香港 另一家知名的珠宝品牌 六福珠宝 六福珠宝呢 创立于1991年 虽然是历史底蕴 不如前两家的珠宝品牌雄厚 但是呢 六福珠宝仅仅用了20年 就成为了与周大福 周生生和谢瑞林齐名的 香港四大的珠宝品牌之一 六福珠宝呢 香港官网 虽然呢 不提供网购的服务 但是他们家在纽约和旧金山 都设有三家的门店 那么美国的小伙伴呢 可以直接到实体店来选购 六福珠宝的设计是偏传统的 但是呢 并不老气 而且呢 特别的凸显贵气 除了首饰呢 六福珠宝还有不少适合商务啊 改运啊 传家的黄金百件 下面我们来看一家 美国的珠宝品牌 Ross Simons 它成立于1952年 至今有70多年的历史 也是美国老牌的珠宝品牌的零售店之一 那么其使命呢 是以最实惠的价格 提供卓越品质的珠宝 还有奢侈品 他们家的设计也很年轻哈 目前呢 在这个Ross Simon的 亚马逊的这个旗舰店上呢 只有14K和18K的金饰来销售 而更高纯度的22K和24K呢 则在他们家的官网 还有实体店有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加拿大的品牌 MIM 那么MIM珠宝呢 只制作24K金 也就是纯金的首饰 满500美元哈 美国和加拿大是包邮的 并且呢 还带保险 那么MIM品牌的金饰呢 跟中国金饰的销售方式是很像的 都是以当前的黄金和薄金重量的价值 加上设计和制作溢价出售 那么顾客呢 也可以将自己的金饰当 这个以当前的金价 减去10%的手续费 出售或者是交换MIM的金饰 不过呢 他们家的款式设计而言哈 相对是比较粗犷 可以说是豪气十足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 在美购买黄金的饰品攻略 想要了解更多的金饰的资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